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猛料 秦刚最致命告密 把他们录音交彭丽媛 震惊 佛州居民李平被控共谍 猫神称其获为幕后黑手 彭博社 习近平严重脱轨 周小川酒后吐真言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7月25号 星期四 我们的新闻意在 带您突破信息封锁和检防 跳出同温层独立思考 在乱世中自保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猛料 秦刚最致命告密 把他们录音交彭丽媛 中共三中全会信息显示 前外交部长秦刚疑似软着陆 旅澳法学家袁洪斌对看中国表示 习近平对军队展开大整肃 有三个导火索 一是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秘书向上级告密 说火箭军高层对习不忠诚 二是原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前生被抓后 供出一大批对习不满的高层技术军官 而第三个导火索 也是最关键 最致命的告密者 就是秦刚 袁洪斌说 他得到的内部消息是 秦刚在任外交部副部长时 与时任总装备部部长李尚福和时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建立了私人关系 利用外交部的设备偷偷录下李和魏私下的谈话 后来秦刚得知王毅把他和傅小田有私生子的事整理成案 就立刻把这些私下谈话录音交给彭丽媛 秦刚还在报告中称 把军队重要的权力交到向魏凤和 李尚福这样的两面人手中 那是极其危险 极其可怕的 袁洪斌说 秦刚这份报告引起习近平的恐惧与暴怒 于是习展开了军中大清洗 秦刚也因此戴罪立功 袁洪斌听说 这种大整肃让中共官员人人自危 许多高官吸取教训 现在私下谈话都不出声 而是写在纸上 现在中共高层出现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情况 其实习近平自己也已陷入危险万分的境地 震惊 佛州居民李平被控共谍 猫神称其获为幕后黑手 阿波罗网网赌若报道 佛罗里达州一名来自中国的美国公民李平被起诉 指控其充当中共间谍 多次向中共提供在美意见人是法轮功成员及美国组织的信息 据《坦派湾时报》7月24日报道 59岁的李平上周被联邦特工逮捕 并于本周一首次出庭 起诉书称 李平自2012年以来一直接受中共情报部门指示 用虚假信息创建电子邮件账户与中共国安部联系 李平的代理律师费尔南德斯表示 李平否认指控 他在美国生活了30年 有两个孩子 在帕斯科县拥有房子 他曾在Verizon工作了20多年 最近在印度信息技术公司Infosys工作 佛州美女网红猫神在X平台说 这老头是间谍 我对他很熟悉 他就住在我家附近 开车15分钟 就到了 是个教会活跃分子 好多次对我传教 被我拒绝了 居然抓起来了 李平居然多次向武汉国安汇报情况 猫神多次被武汉国安调查 此人是不是幕后黑手 猫神必须关注此案 联系FBI 看看背后有没有阴谋 起诉书列举了一份2012年的电子邮件 里面有关于一名住在佛州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 2022年6月 他向中共国安提供了一名 从中国逃亡美国的人士的资料 包括此人住在哪里的信息 人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和人权活动家 曾征在X平台表示 这真是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帮中共干坏事 2012年的老账也被翻出来了 这也说明 帮中共干坏事的人 美国政府都盯着了 就是看何时出手罢了 习严重脱轨 周小川久后向彭博土真言 彭博社报道 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最高领导人会听取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呼吁 而专家们称 与中共官员的谈话频率降低 而且更加僵硬 一位知情人士称 时任中共央行行长的周小川 周小川每隔几个季度就会与分析师进行交流 这位中共领导人提供了听取不同观点的机会 周小川午餐时喝了一杯葡萄酒 在西方银行经济学家的提问下侃侃而谈 2015年4月的会议气氛轻松 周小川的英语流利 担任央行行长超过15年 一位知情人士称 他每隔几个季度就会与分析师进行交流 这位中共领导人提供了听取不同观点的机会 知情人士称 在习近平主席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中 决策者定期与外国经济学家和其他分析师进行交流 有时气氛活跃 据几位参加过此类会谈的人士称 现在情况巨变 外国专家只能不定期与官员会面 缺乏往年的有意义的辩论 中国经济学家表示 他们无法判断他们的建议是否被采纳 因为官员们在会议上大多只是点头和做笔记 一位熟悉领导层思维的人士表示 知名分析师的意见 被视为干扰习近平自上而下传递信息的噪音 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摩根市丹利亚州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说道 他受邀参加了今年在北京举行的高管年会 已经明确了习近平推动先进制造业 以推动17万亿美元经济的计划 同时他正在引导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走向更稳固的领域 上周在关于长期战略的三中会议上 习近平重申了这一路线 并驳斥了经济学家呼吁决策者 更加关注提振消费者信心 以重新平衡增长的意见 这反映出习近平和市场经济学家 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存在分歧 北京方面寄希望于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创新 来促进增长和消费 习近平拒绝通过直接拨款刺激消费 中国政府也坚持避免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 习近平投入475亿美元用于芯片基金 以确保美国采取切断供应的措施后 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能够生产尖端半导体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 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 习近平认为正是亲市场人士推动的政策导致了 他2012年上台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例如数十年的债务驱动型增长 投资者面临的危险是 中共领导人越来越脱离他们的关注点 所执行的政策对改善经济状况几乎毫无作用 托马斯道 习近平的绝对领导地位 使得他的顾问们不敢与分析师和学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这让他们面临风险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研究项目的政治学家宋文迪表示 除了习近平的演讲 投资者和分析师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可以参考 但作为最高领导人 而不是一线管理者 习近平将从3万英尺的高度发表演讲 而不是政策细节 最新副频道内容是 又来了 别走一轰而上的老路了 港媒大陆富豪因资金问题低价出售香港豪宅 马克思下令关闭杜特尔特支持的 服务中国赌客的在线赌场 中共国年轻人涌入富心买二手房 两三万元一套 你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